一輛紅色拖掉車 後方又一輛拖掉車 而最後面又有一輛警車 乍看之下三車連在一起 像是車輛版無功 形成一個有趣的畫面 路過民眾驚呼連連 紛紛拿起手機拍照 他的警車壞掉 拖車來拖 結果拖車也壞掉了 路過民眾將這難得一見的畫面 PO上網 拖掉車拖拖掉車 再拖警車 不少網友都感到非常稀奇 紛紛留言表示 警察一大早就在玩攤石蛇 我拖掉你的拖掉 根本是人形武功 車輛版 也有人大呼好療癒 这是在29號早上7點多 在新北市大同路 原本只是一輛拖掉車 拖著警車去維修 結果拖掉車突然拖锚 卡在路中間 連忙找來另一輛車支援 結果這個瞬間被拍下 讓網友們都誤會了 來支援的拖掉車 要將拖锚車拖走 所以將他車頭升起 放下後方的警車 剛好這個瞬間 騎士出現在兩車之間 看起來就像三車連拖的景象 原來是視角誤差造成 其實在20分鐘內 我們8點5分的時候 就已經先將車輛移至路旁 所以簡短小小的塞住了一下 但是馬上就已經輸到 警方表示 其實兩輛車是分開拖掉的 沒想到一個視角誤差 在街頭形成這拖掉武功的景象 在網路引發討論 記者楊中盛黃玉涵新北報導 向前一個角誤差 救助